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涌》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10月15日第365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长见英国业务,有忍忧》 首先要在这里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照,希望大家也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现在的广告有点长,希望各位容忍一下 希望大家记住帮我订阅,按下小铃铛,分享这条片给朋友 如果看完之后可以赞个赞就最好了 《北斗涌》在这里,多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 我们在第364集的时候,说原材料上升得很紧要 接着就是中国的监管停不了 在这个影片里面,最可怕的就是这一幅图 因为这一幅图里面的上市公司或者监管机构 现在都是受到调查的 最恐怖的说法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想细搞的话,查完两个月就没事了 最惨的是什么? 说欢迎别人去举报 即是说他们是想大搞的 在这幅图里面的上市公司很多都是属于香港的恒生指数成分股 他们这些公司加加万万的总市值是超过两万四千多亿 所以如果这一批股份是有问题的话,将来都蛮严重的 其实现在陆陆续续都有很多的经济数据出现了 比如说在美国那边的联邦储备局 也想着在11月就开始慢慢收水了 如果收得来的话,很可能很快就想着会加息了 接着在中国那方面,9月份的CPI 即是关于通胀的 就升了大概0.7% 这个PPI就升得更重要,升了10.7% 是创了新高的 这个创新高的原因可能就是来自煤炭的价钱 涨得太过厉害了 好了,那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是有什么要讲呢? 就是关于这个长江基建的 那么长江基建呢,刚刚就看完一篇文章 就觉得它好像有隐忧了 那它的市值现在都成1134亿的嘛 那如果这些麻烦来的时候呢 那可能会冲击到这个长江基建 所以我也希望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呢,这个是一个 带来机遇啊,还是带来一个威胁呢? 那看下去就知道了 好了,首先就看一看这一张图先 这张图就是关于英国的业务的 英国那边听说 最多可能会有4间的能源供应商 可能会倒闭的 这里就是一个标题,听清这个标题先 标题就是说 英国的能源价格是持续上升 早前陆陆续续有些小型的能源供应商是倒闭的 英国的媒体就这样报道的 如果这个星期里面有多4间的供应商 可能会宣布破产倒闭的 受影响的客户就会慢慢转向一个新的供应商那里 但是转向新的供应商的话 就可能会令到能源的开支就会多了 好了,这是标题 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内容了 内容就是这么说的 因为一个叫天空电视台就指出 英国最少现在会有4间的能源供应商 就会在10月12日 就可能会商讨 跟英国的监管机构 就商讨 就可能会在最快10月13日 就可能会宣布破产的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是 英国在上个月开始 已经有9间的能源供应商 是陆陆续续破产的了 如果加上这4间 前前后加上 可能在英国今年 总共大约16间的供应商 就会破产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天然气的 批发价格 是飙升得很紧要 令到这个能源业务 就很混乱的 很多供应商 都不能够 持续将这些 上升的成本 转价给消费者的嘛 所以他们要硬捧 但是他们因为公司的规模小 所以就捧不起 最惨的一件事就是 英国政府是拒绝出手 是帮这些小型供应商的 那些监管机构 只是协助这些倒闭了的供应商的客户 转到一些新的供应客户上 这里就这么说 英国自从8月份以来 已经有大概170万户的民众 就由这些小型供应商 倒闭的影响之下 就转过去一些大型的 天然气供应商 不过幸好 其中一间 就是李嘉诚的公司 即是长江基建拥有的 那都算是 有些新客户来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不过记住 新客户来到的时候 那个价格 就不会跟那些倒闭的小型 供应商一样的了 就会提高的了 所以就令到消费者 在这个能源方面的支出 就是会升了的 那对市民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那伦敦的市长呢 他就这样表示的 他说政府呢 其实是应该出来干预一下 就是要令到这些受到天然气 价格影响的企业呢 是要帮一帮的 因为有不少的企业呢 其实呢 慢慢才摆脱了这个疫情的问题 那现在又要面对这个天然气呢 那个价格不断上升的大问题 那有很多企业呢 其实现在都是勉强地维持这个经营的 那这个伦敦市长就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政府呢 真是不帮手去支援一下的话呢 最终令到这些供应商倒闭的话 最终呀 政府可能呢 因为失业人数呢 大量上升的时候呢 到时要提供的这些失业的福利呢 可能更高过现在 你去救这些这样的供应商 所以呢 这个伦敦市长就希望呢 政府呢 要尽快出手 那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长江基建究竟在这一件事里面呢 到底会是得益呀 还是会有受害的其中一部分呢 那这一件事呢 大家要想清楚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呢 不妨呢 就重温一下呢 长江基建呢 究竟在什么国家里呢 拥有些什么的资产啦 那很多谢呢 这个经济日报呢 他们整的图呢 就整的很漂亮的 所以我就拿出来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其中一个业务呢 就是属于是 旗下的这个叫做电能实业啦 那其实呢 早年呢 这个长江基建和电能呢 已经是拍着想呢 就买了很多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业务啦 所以呢 如果英国业务差的话呢 那么电能呢 在英国业务也会差的 所以呢 长江基建可能要输双份的 那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啦 那另外呢 长江基建在这个澳洲呢 也都有很多基建项目的 那么 现在的澳洲呢 相对来说呢 这些业务呢 应该就属于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那其实呢 澳洲的业务呢 就还没说完的哦 刚才那张图之外呢 还有这一堆 都是属于是澳洲的业务 所以呢 澳洲对长江基建来说呢 其实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来的 除了英国之外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市场啦 就是这个新西兰啦 那它呢 在这个地方里面呢 的业务都是相对稳定的 不过最近呢 不知大家呢 有没有看过呢 这个澳元和纽元呢 他们的汇价是多少呢 那其实现在呢 都涨了很多的了 所以呢 在这两个国家的业务方面呢 只要汇率好一点的话呢 理论上这些地方呢 应该都能够呢 录得可观的盈利的 除了在英国有很多的大型业务之外呢 那其实呢 其实呢 在这个欧洲呢 也都有两间 很超级大间的公司来的 那这两间公司呢 都能够提供呢 是稳定的回报率给他的 那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加拿大的市场啦 其实呢 李泽巨呢 对加拿大也有个情意结的 那他呢 都投资呢 越来越多在加拿大 其实加拿大呢 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稳定的 那当然啦 他们的业务呢 如果跟英国比 当然是没得比啦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这两个地区 欧元和这个家园呢 他们现在那个汇率呢 都是升得相当之英俊的 尤其是家园啊 他现在呢 一直都保持在高位的 那希望呢 今年到全年之后呢 在这个加拿大的业务呢 可以有好的增长啦 因为始终的疫情呢 真的影响他的业务呢 都挺多下的 长江基建呢 在中国的业务呢 就不算多的 那么在这一张图里面呢 你都可以看到他还有些公路呀 或者是一些水泥厂呀 不过听说最近呢 水泥厂呢 又做得挺好啊 那希望呢 他的生意上面呢 可以继续增长啦 那另外呢 那这一张图呢 我特意放大一点的 没错啦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长健在英国的 基建的投资业务来的 那你见到呢 最厉害的呢 应该就是这个 UK POWER的NETWORK 因为这个呢 是英国最大的 配电商之一来的 那所以呢 他最重要的资产 都在这里了 那如果呢 我们看回他 那个英镑的汇价啦 那现在呢 都已经好了很多的了 那如果他再升多些少的话呢 那就合适了 那至于人民币呢 一直现在来说呢 都是跟港币比较 都是偏强的那方面的 那主要业务上面 是没有什么大变动的话呢 那其实中国业务呢 就没什么问题的 最怕就是 刚才我们说完的 就是这个英国业务呢 现在真的有得震 没得睡的呀 今早呢 在这个股市没开之前呢 那我就send了个message 给我朋友啦 就叫他呢 就是不要买长江基建 因为他都想投资 长江基建的 那开头的时候呢 长江基建的股价的确是向下跌的 不过后来呢 就不知为什么咬腰就上回来 那最终呢 我的朋友呢 都应该是有买到的 那么呢 价钱都应该挺帅的 现在比较起来呢 就是大概 收市价啦 就43.3啦 那算是升得挺好的 那至于这个长江基建 如果就这样看它的市盈率呢 就大概是15倍左右 是一个正常的倍数来的 那至于这个收益率呢 就有5.7%啦 那如果英国业务 真的带来负面的影响的话呢 可能股价就会向下 就再沉一些下去的 这一样东西就是我最害怕的 所以我才叫我朋友呢 就暂时看定点才再进入啦 这样说 那如果它的收益率可以去到 6%的话呢 那真的从来没见过呢 是有这么高的回报率的啦 那至于它现在的市涨率 就是每股的资产正值呢 就大概是42元左右 那跟它现在的股价是差无几 那这件事就没什么所谓啦 虽然长江基建是我一个重点的投资啦 也是很喜欢这一间公司啦 但是也不会因为它好的时候 就不断地赚它好的 那好像今次听到这个消息 说英国的能源价格上升的话 我都觉得迟了会烧了新的啦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它的盈利表现的话呢 在这张图里面你看到2020年呢 其实那个业绩的确是做得不好的 是倒退了是超过三成的 那么问题呢就是 在英国各方面的业务呢 其实呢就是在 上年啦 即2020年呢 是赚到73亿2000万的时候呢 英国的业务就贡献了大概是26亿左右啦 那占个百分比呢大概是35.5%啦 所以这件事就是我最害怕的就是 如果英国这个 能源的成本不断上升的话呢 那么如果英国政府又不理啦 又不帮拖的话呢 那是不是要这些这样的供应商硬捆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损失都会挺严重的 至于呢 这个2021年的上半年呢 那么长江基建就赚了30亿啦 那你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 哇 那么上半年就赚了30亿 那么下半年又赚30亿的话 那么2021年不是会盈利倒退 那那就未必 因为呢 下半年通常赚的钱是会比上半年呢 是会多一点的 那么如果今年呢是可以 和2020年看齐啦 甚至是可以是比2020年再增长多些 但是都不要要求太多的啦 因为呢 这些是基建来的 那么所以呢 你都不可以expect呢 它会来增长得很紧要的 那么大概增长到如果一成里面的话呢 大家都应该要收货的啦 好 又下来呢 我们这一条片的总结啦 那总结呢 有几样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第一就是那些小的能源供应商呢 就顶不住就要倒闭啦 但是这些这样的能源的 如果这个价格的不停升的话呢 那迟早呢都会烧到新的喔 那所以有机会呢是会蚕食到这些大公司的盈利 那就是 对这个长江基建英国的业务呢 可能如果那个价格呢 不能够降下去的话呢 那都挺麻烦的 那但是呢 听李泽巨以前说的呢 就是英国的业务呢 大部分呢都是有盈利的保证的 那会不会是如果要负担太多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谈 令到政府是可以补贴多些呀 或者准备他们加价等等的东西啦 那么啊 另一方面呢 小型的能源供应商如果倒闭的话呢 很可能就令到这个长见的业务呢 可以壮大喔 因为呢 那些倒闭了的客户呢 就会转价过去这些大的公司嘛 那么就令到市场占有率呢 可能会多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唯一的好处啦 那么另外呢 就是2021年呢 的全年业务呢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啦 因为今年呢 行不行呢 都要看看呢 这个能源价格的影响呢 对全年的影响有多大啦 那么当然希望呢 今年的盈利呢 是继续保持是有增长啦 也都希望呢 可以连续25年呢 都可以增派股息的 那么当然更加希望的 就是有新的收购项目啦 那么另一样东西就是 长江基建很多人都说 这些基建的公司不赚得很多 但是大家要记住啊 如果不是上年倒退得重要的话呢 其实长江基建始终是一间呢 年赚过百亿的企业来的 不是很多间公司呢 可以是年赚过百亿的 所以呢 它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只不过现在的外围环境呢 似乎就不是很配合到 它现在的业务发展啦 各位又有新文章介绍啦 因为呢 最近呢 又写了一篇新的文章呢 是关于这个 要审慎呢 去看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啦 迎接一个熊市啦 原因呢就是 听说美国那边呢 那个 工人的缺口呢 都算是挺大的 所以呢 在人工方面呢 也都要不断地向上调 这样呢 就会带动这个通胀啦 那么兼且中国啦 印度啦 在这个煤炭方面呢 都是異常紧张的 那么所以呢 种种的原因呢 加在一起之后呢 其实有很有机会呢 就是会有一个 幅度呢 就会加息的 那么如果这个幅度来的时候 到底哪些公司会受到影响 到底哪些公司会受到益处呢 那么在这一篇文章里面 我就有着量地说一下 其中我说得比较多一点的呢 就是一号仔 因为呢 它是有这个 石油的能源的 那么希望大家呢 可以来这个地址呢 帮手看看 看完之后呢 帮手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的帮忙